八百斤四川麻辣火地料炸个炒 我来教你 来小刀点火 这个是五百斤纯牛油 先给它烧到大概六成油温 油熬起了 我们再来说一下我们要去哪些料 从这边开始说 脑子 这个是海角戒指 这个用的新一代 开水煮了一下的 这个是一年成活三天生豆瓣 火起的又有颜色又有酱香味 这个用的是炒铁椒和纸袋头 做的纸扒海角 这个用的是海岳公椒 这么大一盆 要多少分钱 这个是我们二十多种香料 打出来的香料碎 这个是洋葱大葱 等会用来洗油的 这个是豆豉同川的 我们老家的豆豉 三台同川豆豉 老姜一定要选我们四川的小红酱 这种大姜 多大一粗粗的补出味道 不要用 这个是冰糖 这个是大蒜 大蒜也要买新鲜的 打出来蒜味才浓 紧接着 我们还要做一个很重要的工作 把花椒和香料给它润到 这个用的是大鱼仙这边的 纯粮食根短 六十度以上的淋下去 让花椒给它润起 香料同样的别就加一些润的 等会儿炒的时候 它才容易激发香味 给它拌匀 每一盒花椒都给酒两个坠一下 让酒给花椒两个坠一下 这香料和花椒润了就对了 底下不烫水为原罪 好 温度大了 大葱洋葱下锅 大葱洋葱 对了 打起来 这个不要炸狠了 炸狠了它就有腐味 花椒下锅 香料下锅 老姜下锅 来大葱洋葱 来大葱 大葱下锅 紧接着就是我们的豆瓣下锅了 对 来 整个肉 好 我晓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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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嘛 来来来下 不要虚不要虚 好 对了 豆瓣下锅以后慢慢炒 要把豆瓣给它炒酥 香味才融得到油流去 四彩火锅和葱青火锅有个最大的区别 四彩火锅的豆瓣用的重 要把酱香味炒出来 那么重新火锅豆瓣就用的少 还有一个就是香料的问题 四彩火锅的香料做 重新火锅 老火锅 香料弄不得 这个的时候豆瓣只要炒酥了 我们就要下芝麻海椒了 来下 哦对了 好对了 好 豆豉也下锅了 哦对了 来冰糖下 好 海椒截子也下 哦对了 叶食和腊味哈 更多就要出来了 这下油鸡肉慢慢炒 脑子下锅 脑子有点酒量哈 脑子一定要买山庄的 品庄这个我们的味道 料炒香了哈 最后还有一样东西要加进去 白酒 再给它启发一下 满汤鸡 满汤鸡 这个火锅底料哈 没有加辣椒精 没有加色素 没有加香精 你拿回家之后只需要加水 好 熬个半个小时左右 它的味道慢慢就酸了 而且它是越熬越香 要得要不得 是了才晓得 是不是传统的 用这把锁出来